当年释迦摩尼佛 他到了天上做佛祖之后 释迦摩尼佛到了天上做佛祖之后 他在印度的家族里面 有一个叫琉璃王 这个琉璃王 他也是一个很瞠目的一个王 他跟释迦族就打仗 就要吃掉他们 那么释迦族很可能 好像要被灭掉一样 那么天上有个释迦摩尼佛的一个弟子 叫释迦族的就是穆建联 穆建联这个菩萨 他就很心疼释迦族的人会被灭亡 他就自己下到人间来 他下到人间来之后 他就把他们释迦族的那些头 那些很好的家族的头 他把他们的头全部聚在一起 拿了一个钵 你们看过西游记里面 就是一个像柏的 可以放大放小的 把这些魂群 把这些人全部弄进去 一带 带到天上去 结果带到天上去之后 拿开来一看 里面都是血水 灵魂都没了 也就是说 连释迦摩尼佛 我们的佛祖 他都不能动因果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地球 如果有大灾难 甚至有末法时期 甚至有末日 我告诉你 就是人自己搞成的 你不要怪神的 感谢观看